即使你要凸显人家没有诚意 做人家酒戏 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 都不够专业 为什么很简单 现在我看起来 他就是推一个小秘书出来 小兰来扛责任 我觉得这很不负责 谁不负责 当天坐在 坐在道成熊旁边是谁 邓家基 洪志坤 还有法治局局长 你们三个有没有闻到 你们三个有没有闻到 这才是重要的 小秘书跟你讲 你自己就旁边 而且 道成熊旁边说 他们每一个都有握手 你有没有闻到 你如果说要指控人家 说有 那你就出来 洪志坤你就出来 邓家基你就出来 刚才林冠说 我们这边 不应该是小秘书出来 好 听到听到 我一个朋友讲 就是刚才你举这个例子 如果我们现在坐在这里 然后有一个人有酒气 我们大家都没闻到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 我们大家都喝酒了 对 是吧 我们大家都跟他睡的一样 所以就闻不到他的酒气 我觉得可笑是可笑是 连这个东西他都处理不好 如果你要跟柯文哲讲 你到时你就不要叫小秘书再扛 你就出来说 洪志坤你就出来说 我闻到了 我跟柯文哲讲的 那今天大家 那另外要对子 那另外一回子 至少这个大家觉得 公信力比较够嘛 现在看起来就是 哎 现在人家批评了 找一个 小秘书鼻子是不是有问题 我们不晓得 也许真的有问题 他的鼻子不好 那你找这个小秘书出来 有什么意义呢 然后整个事情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跟这个 这个契约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当年在向前看的什么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柯文哲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这个重大决定在520 全面热令远雄大巨弹停工 不过远雄也回应他们决定 全面停工的同时呢 柯文哲的团队又说可以局部复工 那同一时间中间的转折 跟一身酒气的荒谬新闻有关系 所以侯汉君都看不下去 我刚才讲说 我们刚才讲说 这喝酒跟他谈判是没有绝对关系 确实是这样 李白就是因为喝酒 才写这么好的诗出来啊 对不对 那个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真的要有 我觉得我要求说 那天赵腾雄在跟他们谈的 到底会议谈什么 是不是能公开 然后为什么柯文哲 第二马上24小时之内就翻盘了 翻盘了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才能开始在比 到才追为什么柯文哲 你有这个行为模式 不过我是这样讲就是柯文哲 上台到现在 一开始他在办这些案 大家都支持 而且都认为很好 可是走到今天 我觉得台湾话 台湾有一句话是什么 说小的在黑白普拉 黄汉均同学 在黑白普拉 黄汉均同学 他怎么看 看不到他他有哪一个是不中的 杀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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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 是不是 黄汉均同学你过去是他的支持者吧 对啊 你今天去南美他派 是不是 我跟你讲 好 有很多人说他做对的事 但是做的方法不对 这个不是这样讲 你因为方法不对 有很多原来好的事情 都被你搞砸了 哦 我懂 我懂 这个 这个不是这样 我就不能护着他 你越弄下去好 我们刚才讲好 就是说这个板南线 其实最重要是板南线的安全 你有没有 我刚才我就跟高嘉宜议员 是不是请他去问捷运局一下是说 捷运局你有没有评估 那到现在这个恶化的这个状况下去 可能板南线多久之后真的会有重大危机出现 这个时间点是不是能预估 那这个可能性是多少 应该都有一个专业的预估 对 那假设现在停工停下去 那现在 这个原先也说好啊 停一下大家休息一下 如果拖到台风季节来 假设七八月真的 真的板南线很奉劳 对 那怎么办 这怎么办 板南线不是板南线一条呢 那是整个捷运系统 那个影响开玩笑 这个我们在学这个时候讲的 有一个临界点这个观念 我说很多东西 很多东西看起来它没事 可是一到那个临界点 它就像是过了 你也行 这到一个时候 它就捧着变过了 那现在到底台北的捷运局 有没有做这种危险性的评估 然后跟这个柯文哲报告 那看起来好像是 这次周理良完全在状况外 我真的现在有 我为什么要开始 从支持他到现在要对他比较严格 就是说你现在是拿台北市民的生命 在开玩笑了 我觉得你不能说你不高兴 抓狗 其他就不管了 我觉得这个很可怕了 可怕是可怕在这